公司为什么要发行这种特殊形式的股票呢 那么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们知道 在市场上一个公司的股票 它是反映一个公司所有资产的一个情况 那么一个公司 它可能有不同的子公司 有不同的业务板块 有些业务板块是业绩比较好的 比较成功的 相反呢 有一些业绩板块会是比较弱的 那么整体的公司的估值呢 它是反映了所有的各个业务板块的一个平均情况 那么如果是这样呢 我们知道市场上反映的公司的整体的情况 那么它实际上对于这些业绩好的这种子公司来讲 它的这个业务板块来讲 它实际上是低估了这些业务板块的业绩 低估了这些业务板块的绩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设计一种股票 对于这些业绩板块比较好的这种公司来绑定它的这个价值 那如果是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价值释放 能够让这些业绩比较好的业务板块 它的价值真正能够释放到市场上去 那么追踪股票呢 实际上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通过发行追踪股票 企业实际上可以在不去改变企业的组织形式边界的这种情况下 能够使得这些业务板块比较好的这种子公司 它能够把它的价值真正释放出来 释放到资本市场上去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实际上和第一个原因也是相关的 这样子呢 是可以改变分析师的评论 那么如果我们知道 对于一个公司 它包括很多很多部门 对于一个资本市场的分析师来讲 它肯定要讨论这个公司的各方面的情况 那么肯定是有好的有不好的 但是呢 如果这个股票 它只是针对这个公司 它比较绩效比较好的这一部分的资产 只反映这一个部分的资产的价值 那么对于分析师来讲 它的工作也会更加focus on这些资产 去评论 去分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这个公司来讲 它会有一个正向的溢出效应 最后呢 这个也是和第一点是相连的 我们知道 这种方式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 因为对于投资者来讲 他总是希望能够投资到更好的资产 更高质量的资产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投资者可以去直接投资 这个企业当中最有价值的部门 实际上呢 它潜在的提高了投资的质量 投资的资产的质量 那么也会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 同样呢 当它某一个部门能够吸引到更多的 更好的投资者 它也可以有一个正向的溢出效应 对整个公司的股票的投资的 一个正向的溢出效应 这种股票呢 实际上也不是完美的 它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那么第一个风险呢 就是追踪股票通常来讲 只能是一种二等股票 具体来讲 那么这种股票呢 通常是没有投票权的股票 这种股票的设立呢 通常是为了能够提高 这个股东在风红上的一些权益 但是呢 并不能给他的股东更多的投票权 甚至呢 是没有投票权的股票 我们知道 当股东他没有投票权 他就没办法参与公司治理 或者是直接参与公司治理 当然他可以被动的 去给管理层压力 通过买卖股票 但是呢 他不能够直接参与公司治理 不能直接参与股东大会投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知道企业的经理人 如果有更多的委托代理问题 公司治理问题 最终还是有可能会伤害股东的权益 伤害股东的财富 第二个很重要的风险呢 是这个股票 它实际上还是母公司发行的股票 那么虽然这个股票 它很明确的说 这个公司的这个股票呢 是和他公司内部的某一个板块相联系 不适合整体的母公司的业绩相联系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上 它是不能够完全隔裂开的 它是会有一出影响的 母公司的经营好坏 母公司当中的其他的业务部门的经营好坏 实际上会潜在的有溢出效应 在这样的股票当中 所以呢 虽然它在设计上 它是隔裂于其他的业务板块 它是隔裂于整个公司的其他的资产 但是呢 对于市场信息来讲 对于投资者来讲 他的认知来讲 他不可能完全的做到隔裂 所以母公司的整体的经营业绩的好与坏 或者是母公司当中其他的兄弟公司 其他的兄弟子公司的经营好坏 同样会有正向的或者是负向的溢出效应 最后呢 是这个公司的这种追踪股票呢 可能会产生一些潜在的公司治理问题 那么对于公司的管理层来讲 我们知道通常呢 他会有一些激励薪酬 那么这些激励薪酬呢 很多情况呢 也是以股权的形式来存在的 所以呢 对于一个公司的母公司 他的经理人可能同时持有追踪股票 和整体的母公司股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冲突 他到底在一些情况下 更愿意是去保母公司的这种整体业绩呢 还是去保这个追踪股票的 他所追踪的这个资产 或者是业务板块的业绩呢 很多时候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决策的利益冲突在里面 但是对于其他的中小投资者来讲 他投资了这种追踪股票 他就是投资了追踪股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很有可能啊 这个管理层会产生一些利益冲突 在这种利益冲突下 他不见得最大化追踪股票 他所对应的这个业务板块的业绩 他可能会更多的去思考 整体的这个公司的业绩 因为他可能也是整体公司业绩的股票的股东 所以呢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矛盾冲突在里面 最终呢产生对公司的这个追踪股票价值影响的一些不利的因素 我们刚才提到过 追踪股票 它是一种虚拟的资产剥离的这种形式 那么这种方法呢 它的设计实际上呢 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设计 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问题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 在这个现实当中呢 它并不是非常成功 有非常多的失败的案例 比如说AT&T和Sprint公司 那么他呢 也设立了追踪股票 但是呢 最后两家公司的追踪股票都没有发行成功 那么没有发行成功的原因有很多 一种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并不能够得到市场上的认可 和并不能够让投资者真正相信 你的这个追踪股票 只是反映你的这某一个资产的业绩 所以呢 这是一个不成功的案例 另外呢 还有一些追踪股票失败的案例 那么他最终的结果呢 是导致企业最终还是要通过这种改变组织形式的这种分拆方式 剥离资产 而不是用这种简单的通过发行追踪股票的形式来剥离资产 比如说1984年通用汽车为其电子数据系统的子公司发行了第一只这个追踪股票 但是呢最后效果不好最后呢还是把企业进行了一个传统的分拆 此外呢 这个通用汽车呢还发行了另外一个公司的这个追踪股票 最后呢还是以这种出售资产的形式把这个子公司真正的剥离出去了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并不是很成功的追踪股票的案例 我们下面来总结一下这个小节的内容 在这个小节当中我们主要向大家介绍了一系列的资产剥离型的重组活动 那么资产剥离型的重组活动 它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一个呢就是股权分拆上市 第二个派股型的公司分拆 第三个是换股型的公司分拆 最后一个呢是股权分割型的公司分拆 那么这些形式呢 它非常相像 但是呢也是非常不同的 对于股权分拆上市 它主要是指母公司想剥离一个子公司的资产 但是呢 它并不想完全的 马上完全的剥离这个子公司 它的做法就是把母公司持有的子公司的一部分股份 拿到公众的市场上进行IPO 让公众的投资者来参与投资子公司的股份 在分拆之后呢 子公司会变成一个独立的上市公司 但是呢 母公司同样还会持有大部分子公司的股票 第二种形式派股型的公司分拆 在这种方式下 母公司它会持有这个子公司的股票 因为呢 它是把子公司的股票分给目前母公司的股东 而且还是按照目前母公司的股东的持股比例来分派 所以呢 在进行交易之后 虽然母公司和子公司它的管理层是相分离了 但是呢 它的股东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第三种方式呢 叫做换股型的公司分拆 在这种方式下 母公司呢 它希望分拆一个子公司 它希望目前母公司的股东 要放弃它目前的母公司的股票 来换取子公司的相应的股票 但是呢 在交换的过程当中 会给相应的股东一些溢价 来激励他们参与这个交易 那么在这个交易之后呢 母公司和子公司 它的管理层分离 它的股东实际上也是会分离的 因为对于参与子公司的投资的这些股东 他们已经不再拥有原来母公司的股票了 最后一个呢 叫做股权分割型的公司分拆 那么这种方式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母公司 分成几个子公司 那么在进行交易之后 原来的母公司呢 就不存在在市场上了 那么相应的几个子公司呢 会同时的存在在市场上 那么除了这几种 真正改变企业边界的 这种资产剥离的活动之外呢 还有一种虚拟的资产剥离重组方式 这种方式就叫做发行追踪股票 那么对于一个企业 它的股票应该是反映整个企业的价值 但是呢 在一些情况下 企业可以发行这种所谓的追踪股票 这种追踪股票 它的价值 它的分红 只和企业当中的某一个子公司 某一个业务板块相联系 而不与整体的公司情况相联系 那么这种股票就叫做追踪股票 追踪股票呢 它也相当于是一种资产剥离 但是呢 它并没有真正改变企业的边界和组织结构 所以呢 它是一种虚拟的剥离行为 那么在目前的商业活动当中呢 大家会发现实际上呢 分拆上市 派股型的这种公司分拆等等 这些真正改变企业结构方式的这种资产剥离的活动呢 越来越普遍 但是呢 追踪股票这种形式呢 实际上 根据以往的经验 大家发现并不是很成功 因为对于投资者来讲 那么他们很难把一个企业的整体情况 和一个企业当中的某一个部门的情况相分离 所以呢 这就导致了很多追踪股票的发行 实际上并不是很成功了 感谢观看 这就先感谢观看 大家ack Commiss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